1.立洗刀螺旋刃的磨削 根据磨削立洗刀直径的大小,选择合适的5C夹头,装入磨刀机主轴中,旋转拉杆锁紧,松开螺栓,把空气轴承底座调整为零度,然后拧紧螺栓,松开导向顶针的紧固螺栓,调整顶针的中心与主轴中心重合。 移动顶尖至洗刀螺旋槽处,锁紧顶针,这时候导向顶针就能起到刃模导向的作用。 参照设备所带的数据标牌,选择合适的后脚,第一次是磨削主后脚,切削刃,第二次是磨削副后脚,例如直径20毫米的洗刀,首次磨削角度为角度。 第二次的磨削角度为17度,摇动手柄,首先把刷轮调整为9度,同时摇动X轴Y轴进给手轮,使导向顶针靠近刷轮边缘位置推动主轴。 把顶针靠在洗刀螺旋槽的根部,始终沿着螺旋槽的方向拉动,防止顶针与洗刀脱离。 反复操作几次,打开电极开关,使沙轮旋转,左手进给歪轴手轮,使沙轮接触洗刀,开始磨削。 磨完一条切削刃后,左手按下退刀手柄,右手推动拉杆,把洗刀导入另一螺旋槽,重复前一动作。 这样,依次磨完洗刀的全部刀刃,主后脚磨完后,摇动手柄,把沙轮调整到17度,重复前一动作,直至磨出理想的副后脚。